检验医学,因为专业所以权威,01,为何检测,帮助确定是否存在液酸或维生素B12的缺乏,帮助确定是否存在持续增加的心脏病发作或中风的风险,帮助诊断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等名为高官安发尿症的疾病。 二合式检测,当你的医生怀疑你存在维生素B12或液酸缺乏时,当你以前有过心脏病发作或中风,且没有传统的风险因素时,熟不良的血脂水平。 作为新生而常规筛查,被一部分获医生怀疑婴幼儿或年轻人可能患有高官安发尿症,时需要做这样的检测。 三合种样本,采自轴静脉的血液样本,有时需要在采血的同时收集尿液标本,次是否需要做实验前准备,因功夫10到12小时后,采血进行本实验,详细解读,不检测什么。 同性半光氨酸是一种氨基酸,通常在人体所有细胞中,只有很少量的存在,因为人体可以正常的把同性半光氨酸快速的转化为其他产物。 由于维生素B0、B12和液酸对于代谢同性半光氨酸是必须的,所以同性半光氨酸水平的上升,可能是那些维生素缺乏的标志。 这个检测能够确定血核或尿中的同性半光氨酸的水平。 同性半光氨酸水平的上升也和更高的管心病、中风、周围血管疾病之防沉积带动脉血管周围,和血管硬化血管硬化症的风险相关, 已有同性半光氨酸怎样导致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机制研究,包括破坏血管病和支持不良血块形成。 但是直接相关的证据还没有被证实,也有一些研究表明补充液酸和B组维生素并不能有利于或降低对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到目前为止,美国心脏协会不认为它是心脏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名为高光氨酸尿症,也称为光流米β和成煤缺乏,也可以极大的升高血和鸟中的同性半光氨酸水平。 在高光氨酸尿症中,有几种不同基因中的之一发生了改变,导致美功能失调,从而导致不能正常的降解同性半光氨酸前起。 淡氨酸 淡氨酸是11种必须氨基酸,身体不能产生它,必须来自饮食。 如果没有适当的没降解它们,同性半光氨酸和淡氨酸就会在体内积聚。 如果因而出现这种情况,在出生时是正常的但是几年后就会出现症状例如眼睛筋状体脱位,修长的身材,细长的手指,骨骼异常,骨质疏松,且是痠的风险大大增加和动脉硬化造成了早年心血管疾病。 这种动脉中的积聚也可能导致智力残疾,精神疾患,智商稍低,行为障碍和癫痫。 如果早期发现,可以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 这就是为什么全国要删查新生儿高光氨酸尿症。 留测试样本如何采集,自走静脉采集血液样本,有时也需要收集尿液标本。 其是否需要进行任何试验,前准备以保证量稳的质量,空腹,进食,只可饮水时到12小时后,抽写作本实验。 罢有何用途? 同心半光氨酸试验,可以用在以下几方面。 医生下同心半光氨酸试验的一组来确定患者是否存在维生素B12或液酸缺乏,其可早于维生素B12和液酸异常时开始胜高。 一些医生建议营养不良的人,老年人和那些经常在饮食中摄取肠量维生素B12的人,例如药物或者酒精成瘾者,需要这种检测。 同心半光氨酸试验也可以作为一部分删查心脏病发作或中风风险的人的试验。 这可能对于有关心病家族史,但是没有其他已知的危险因素例如吸烟、高血压或肥胖的人有用。 然而,同心半光氨酸在心血管疾病的进展的确切作用还没有确立。 因此,沙血试验的效用仍然受到质疑,常规筛查例如从胆固醇检测,并没有被推荐。 医生如果怀疑婴儿或小孩可能患有这种遗传性疾病时,可以用尿液和血液中同行半光氨酸的试验来帮助诊断高光氨酸尿症。 在美国,所有的婴儿都会做新生儿常规筛查,其中包括检测半氨酸是否过量、高光氨酸尿症的一种症状。 若试验结果未阳性,则需要做尿液和血液的同行半光氨酸试验来确定。 9核式检测,当医生怀疑存在维生素B12核或也三缺乏时需要下这样的医嘱,症状和体征最初是轻微的和非特异性的。 患者在出现明显症状之前出现早期缺乏时就可以诊断,其他会出现的从轻微到严重的症状包括, 肤泻、头昏、乏力、虚弱、食欲不振、面色苍白、心率快、呼吸短促、刺痛、麻木、壳或足部、手、胳膊和腿有少灼感、维生素B12缺乏。 同行半光氨酸试验也可以作为评估心血管疾病风险的一部分, 这取决于其年龄和其他风险因素,在心脏病发作或中风时也需要检测同行半光氨酸来指导。 当心身而筛查出高水平的蛋氨酸或蛋婴儿或小孩,有高光氨酸尿症的症状和体征时,需要做这个试验。 患有该疾病的婴儿在出生时表现正常,但是如果没有经过,几年后,则开始出现症状例如眼睛筋状体脱位, 修长的身材、细长的手指和骨骼异常,是试验结果的含义。 怀疑营养不良或维生素B12或叶酸缺乏的情况下, 同行半光氨酸水平可能会上升, 如果没有从饮食或补品中获取足够的B组维生素和货叶酸, 集体就未必能将同行半光氨酸转化机体可以利用的形式的物质。 在这种情况下,血液中的同行半光氨酸水平就会上升。 从90年代中期到末期的研究表明, 上升的同行半光氨酸水平的人比平均水平的人会有更高的心脏病发作或中风的风险。 调查高同行半光氨酸水平与心脏疾病之间的联系, 仍然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 但目前,考虑到关于叶酸和B组维生素补充, 记得一些调查显示,其病不能或者降低Colot的风险。 运用同行半光氨酸水平对心血管疾病, 周围血管疾病和中风的风险评估还没有确定。 此外,多数据库中的一份2012年的研究, 包括5万年关心病患者, 文章揭示了潜在的同行半光氨酸水平与心脏疾病成为问题的原因和结果的关系。 美国心脏协会议行业承认同行半光氨酸水平及心脏大作重风存活率之间的关系。 但不认为同行半光氨酸水平升高是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美国心脏协会偶尔不建议广泛使用的液酸和B组维生素, 以减少心脏大作和中风的风险, 而推荐平衡的健康的饮食且建议医生在处理心血管疾病是考虑整体风险因素和饮食。 在先生儿试验中,尿液和血液中极大的升高的同行半光氨酸水平, 因为贼金儿很可能患有高光氨酸尿, 正且表明了需要进一步试验来确定上升的原因。 实际还有什么无需要了解的吗? 当实验结果提示患者患有高光氨酸尿症时, 有时需进行肝脏或皮肤或组织检查, 以确定是否存在光硫磷β和成酶。 CPS没缺乏是高光氨酸尿症主要原因, 基因检测可以确定是否存在常见的一个或多个基因位点突变。 如果患者有明确的早期肚脉中药硬化家族史或家族中有高光氨酸尿症患者, 患者应针对其患病家族成员中已知的突变基因进行检测。 同行半光氨酸水平可随年龄升高。 另外,吸烟以及使用某些药物如卡马西瓶、甲氨叠链和奔吐沃因等, 也可引起同行半光氨酸水平升高。 女性的同行半光氨酸水平要低于男性, 女性在绝经期后同行半光氨酸水平升高, 可能是因为磁剂素的合成下降造成的。 12负含维生素B6、B12和叶酸的食物都有那些, 骨嫩食物是叶酸的重要来源。 另外,美国FDA要求骨物食品中因添加叶酸, 水果和蔬菜中负含维生素B6, 而各种红肉、家禽、鱼类和海产品则负含维生素B12。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